我要把它改VPA,其实也相当简单 但是可能需要先 产生 这个第三名的跟倒数第三的 第三的话呢,我们刚刚用什么large 最近使用过large large的话,这个范围里面排第三的 这样就是这个,那倒数第三的话呢 当然插入函数你可以找到那个 统系列里面,或者你全部找也可以找那个small 就倒数的,small在这里 其实用法都一样,这个范围里面 排倒数第三的,输入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large跟small这还蛮好用的 就排第几 也就是说,有点像帮你排序完之后 找到你要的那个排的顺序第几个 所以甚至你如果说 要拿这个large或small来做排序 其实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那个内建的排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的话,其实 这当然可以怎么样,可以配合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第几个数量 这个数量如果 比如说他第12345,那他就是 由小方的排到大了 所以这个地方large跟small其实也可以做 蛮多跟排序有关的部分,large跟small 如果说我今天有这两个数字的话 其实如果要结合VBA就简单了 VBA我这个不要 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第一步怎么做 一切到VBA 二的话呢 把它移到这边来,让看得比较清楚 那一样我是在这个009这个专案 009这个专案在这里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已经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再增加什么 增加这个 一个叫做前后工资 前后三名工资总计好了 OK,Enter一下 那里面的程式 甚至可以拿刚刚的 这个007当范本 这个,我们拿中间这一块 OK 把它复制一下 那只是说要修改的话 改哪个地方 OK,那就是重点 其实也不用改太多地方 慢慢 至少要学会怎么改 所以呢 for i 等于什么 2到10 这边是10 改一下 OK 范额OK 那他要的是 条件的话 主要是这个地方改 那改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应该是什么 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呢 我们的sales 我先拿这个来 sales的idea的什么呢 应该是b栏 不是a栏 这个b栏里面的资料 我也不是取了 前两个 如果呢 它的 值怎么样 大于 等于什么呢 哪个数量 那个数量的话呢 大于等于应该这个 有没有 把这个放在这里就好了 大于等于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叫 12 所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range 假设我要指向它的话 那我跟他讲说 如果 如果 假设说他比这个还大的话那就前三 range 然后呢 给他一个叫12的一个储存格值下 那或者 所以后三名的话那就偶尔 或者是 另外 其实也可以拿这个复制来改 可能比较快 复制到这边来 贴上 或者是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资料 应该是什么 颠倒一下 小于 有没有 等于 哪个呢 F2 所以把E改成F 好 那就把他的公司 不是 公司 那他B改成 C改成B 这样子 累加 输出的话输出到第二 在这边改一下 好 有点像填空题 最大的修改在这里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没有写完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些累加 类似像三米夫 你当然 不见得一定要用三米夫 而且有时候我发现 如果你的条件很多个的话 用三米夫不方便 因为他一直串 加加加加加加 公司会变很长一串 但用VBA可以用偶尔 一次就搞定了 甚至有的部分呢 简单的东西你可以用 三米夫代劳 没问题 但是如果相对复杂的东西 那三米夫其实就不服使用 你就要思考 干脆用VBA来完成 OK 最后关键来了 试试看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这个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应该跟刚刚前面这个一模一样 输出结果 那就 大功告成了 不过呢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 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点 什么点 因为我们这边 是已经预先怎么样 把第3 跟 倒数第3个 工资先 用那个什么 用Large跟Small 先做出来 但是 如果你没有预先做出来的话 那你还是要先把它变出来 不然的话 没有这两个 说真的 你也没办法 用VBA去 套 主要 因为 VBA里面 他没有Large 跟Small 这么好用的函数 OK 所以如果 假如说你以后 要在VBA里面 产生Large跟Small的结果的话 我是建议的 假设你这个地方 不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 自己先丢公司到这边 产生两个值之后 再把它拿过来 所以如果假设 这边没有 那你可以怎么做 像我在云端上面 云端这边 我有写 方法一 就怎么样 自己怎么样 把它丢过去 不过我丢好像是丢F跟G 我看一下 这边 就是自己先在开头的地方 你先让他产生这两个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F2跟Q2的位置 干脆我换一下 干脆放在 E2跟 E2跟 这个F2的位置 OK 然后将来呢 再去读取 目前没有 没关系 我可以 用输出公式的方式 丢到这边来 丢到这边来 所以我按F8 动态先丢 这边就会产生 这两个值 然后呢 当我全部做完之后输出 就把它先删除 当我全部做完之后 这边设中了 全部做完了 输出了 那可是这两个值还在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办 把它删掉 删怎么删 很简单嘛 再把这两个 拿过来 复制过来把它改成什么 没有东西 这里面呢 就把它放空置串 意思就是把它删掉的意思 有没有知心 所以如果 我现在跑 假设我不用中断模式的话 它顶多会这样 有没有 结果 闪一下 那 你想说老师 他这样闪一下 感觉好像不是很好 不过至少比你那个 想其他方法 我觉得来的 稍微简单一些 还有啦 如果你 不希望说这样闪一下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不要放 E2跟F2嘛 你就放那个远一点的地方嘛 远一点的地方谁会知道 对不对 跑完之后呢 说真的啦 很多城市 根本你也不知道工程是怎么写的吧 那他最重要的是结果嘛 他做 出来结果OK 没有问题 没有bug 那就是可以是一个好的城市了 对不对 那至于怎么写 我觉得 你千万不要自己 找自己麻烦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OK 另外还有方法二 假设你说 老师可是这个感觉 不够厉害 有没有厉害一点的 我是建议 当然有同学会想说 那我是建议 有时候写城市这样 尽量越简单越好 有比较难的 另外一招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我在云端下有方法二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你说老师这个方法 感觉不是很厉害 那没关系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这个地方 我们 就直接 怎么样 另外一个方法 方法二是真的比较厉害 他是直接怎么样 因为 VBA里面没有large这个函数 但是 Excel里面有 那我们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直接 在VBA里面 去 呼叫 Excel里面的函数 拿来VBA用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难度比较高 因为你首先你必须要知道 Excel 他要怎么呼叫 第一个你要呼叫Excel Excel 他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 把这个Application 物件名称背起来 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要呼叫他的 Function的话 他叫Walkshoot Function 但你不用全背 我习惯是打一个WO 有没有 这边就出来 Walkshoot Function 这个Walkshoot Function 指的就是 Excel里面 全部的Function 全部的函数 都列在这里 OK 那你再点一下之后的话 A到Z所有的函数 250几个 通通列出来了 你会呼叫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Ludge 打一个L 有没有Ludge出来了 然后呢 还没有 钱瓜糊 他问你 其实也是 需要给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范围 一个参数呢 是 第几 就是K 但是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 用个Ludge 有没有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 Ludge里面放什么 放B2 冒号 B10 对不对 但是在VBA里面 不能这样 你VBA里面 必须是一个 Range的物件 所以你不能 给他什么 B2 到 你这个里面 必须是什么 变成用Range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 比较难的部分 如果可以的同学 就试着说说看 如果难 如果不OK的同学 没关系 你用刚刚那个方法 我是觉得就够了 因为就已经够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 更厉害了 可是结果是一样的 好 做完了 还没有 就是Range 豆点 还要加一个第几大 第3大 然后挖呼一下 好 陈氏写完了 就是这一段 有没有 还没有少写 对 少一个2 OK 少打一个2 好 这样的话 就Range OK了 那 small的话 我这个底要 我干脆 因为他跑到 我干脆空一格加一个底线 再把它Enter 换到下一行 好 那 底下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F2就small 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如果上面OK的话 那下面的话 直接就把这一行 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Range F2这边 把它盖过去 然后改什么呢 把Large改成什么 改成small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其他 小一等一就不用改 好 这样的话呢 也就大功道成了 看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只是说这是真的有点难度 那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 直接 呼叫 那个Excel的函数到VBA来被使用 因为VBA本身就100多个函数 那Excel里面有250个函数 比较多 所以有些VBA没有那怎么办 直接就呼叫他来用就可以了 但是你必须要先把那个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这个把它记起来 然后 记得那个范围你就不能用那个 刚刚那种B2到B10 你要用Range 大概差异在这里 其他 就大概这样 OK 我们来试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我们一样把这边切过来 Delete掉 其实我也没什么把握 因为这实在太容易出错了 执行看看 应该理论上应该也就正确 执行 结果OK 有没有一模一样 显然 当然这也不用太慈悲 因为我大概就只有记 开头 一定要记着Application Den 记WO就可以 因为它有Wash function Den它有Large 那再就把后面这个把它打上去 就OK了 这个方法就怎么样 不会有刚刚那个什么 需要 先 放在某一个储存格被执行 然后再把它删掉这种问题 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有没有 我是觉得简单太多了 当然我原来是教这个 不过我发现教这个之后 同学 都 都没有办法接受 他一直觉得 后来我才想出刚刚那个方法 两个方法其实我都有帮各位整理 放在云端上面 方法一 有没有 先输出公式 用VBA存 让VBA存 最后再删除掉 一个是直接调用 就是这一串 OK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以后呢 如果看吧 反正 两个方法 都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只是说 看哪个方法你觉得简单 你用哪个方法吧 OK 试试看 哦